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废物 看看你们客房部的业绩下滑是什么样子 泽良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九合游戏要少碰 现在连舅舅的球都接不住了 哪还有一点欧曼副总的样子 可是当年的这个项目 要不是您让它交出来 也不会有现在的云风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不许提过去的事情 爸爸 我现在就住在你刚到上海时的老房子里 现在我回来了 但你却永远离开了我 我让你去盯着姓丽的 没让你去捅楼的 霍董 我们做得很干净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白叔 一米叔 我想看一下视频室的监控 最近十二小时的我都要了 好 所以我派人查了一下 发现他两年前曾经入院治疗过一段时间 住院 你很喜欢欧曼吗 当然 欧曼 就是我的目标 果然还是 你现在的处境是很危险的 一旦视作影者知道了你真正的身份和目的 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会对你做什么事情 没有做过的事 没有遇到过的人 却有种私藏相识的感觉 那你对我有这样的感觉 三两 你眼光不错 这位苏小姐比我想的 要出色 易总 我突然肚子疼 那借你们家厕所用一下 苏小姐 国家地华 你第一次来 你把脚给挽了 苏小姐 做什么呢 所以 答案到底是什么 如果想让时间静止的话 也就 你们是不是一见钟情 是不是相见后母 是不是有过肌肤之情 你有没有觉得 信心离我们很近啊 对了 明豪哥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如果 我姐姐一辈子都这样子了 你还会陪着她吗 李先生 我发现你最近笑的词数变多了 有吗 不 准确说是你以前几乎没笑的 我会做好我分内的工作 但分外的是 要看时间 也要看心情 苏写业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不是你家 我是你的老板 女人做到师总这份的时候 可真是完美 颜值 压世 修养 事业 样样满分 喂 初初 我回来了 听说 她是行业银行的亲戚 今天冒昧打扰 是有些事情想要咨询 请你问 我父亲去世那天 您是不是 也去医院跟他见过面 我查到当年智慧的合同了 这位苏小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复杂得多 她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跟上去 虽然你现在是我的下属 难道 我们就不可以重新开始做朋友了吗 喝完咖啡 就请你离开我家 好 好 我们平日里也看起来 板着个扑克脸的苏协义同学 私底下 其实闷草得很呢 开房 什么房 双人大丑房 白叔还说 看见有男人进去了 谁 不止一个 上班时间不换衣服 在这儿闲凉 不想干了是吧 五分钟后 小会议时开会 是 是 从明天起 你不用再来公司了 你被开除了 我今天去酒会 就是奔着陈洪生去的 非常荣幸 能够邀请到各位 来参加我们彭业的酒会 今天 其实是想借师伯的酒会 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苏写益 是我的女朋友 苏写益 你是想自己承认吗 还是等我揭穿你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沈志洪是自杀 我只相信我眼睛看到的 你那天到底在顶楼干了什么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 没有胡说什么吧 有啊 说了什么 你说了一些 如果我现在说出来的话 你一定会后悔我说出来的话 够了够了 行了 我不想听 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都是因为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